Hello,大家好,我是蓉仔 今天我要去哪裡呢? 今天終於我要去Melbourne接物演啦 大家看看我後面這輛車 這輛車是一個在Sydney的朋友 特意開上來借給我的 我未來這幾天就要總共開8-9小時 去墨爾本接物演 那我就會將這幾天分開來開 我們接近9小時的拯救物演旅程出發 第一站澳洲的首都Canberra 這次我去設文件我預備了些什麼呢? 首先這個這麼大盒的就是貓沙 還有它用開的豆腐沙 是很難找的在澳洲 然後有一個貓沙盤 in case 它在車上要去自鎖 那就是裝飲食的盒子 豆貓棒 然後還有一些梳毛、剪指甲、橙屎的東西 那這個呢就是物演在澳洲吃的糧 那其實它是沒吃過的 但是物演在香港吃的糧 它是在這裡找不到的 那我就已經盡量找一隻最接近它在香港吃的糧 希望它有習慣 那然後呢當然是有冠冠 那還有一些它最喜歡吃的零食 還有條條 這些貓是無法抗拒的 那所以我是預備充足的 啊漏了還有一個貓爪板 我覺得是沒有東西是還有漏的 一日快閃鏡片完成之後呢 第二站呢就是Wangarata 到了Wangarata之後呢 我們就做了一點點sightseeing 那之後呢就回酒店睡了 因為明天我們就要去melbourne啦 好曬啊 我到了melbourne啦 這裡是state library 有點重遊的感覺 其實上一個月我才來完 因為為了接物演呢 我這次又來多一次啦 在city center走完之後呢 就回酒店睡了 因為第二天就要接物演啦 我終於到了隔離中心啦 還有三個字我到了接物演啦 我現在要等待在那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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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 對 對 告訴你 對 給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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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最後 我 對 voi 如果 我開了差不多900公里 我終於見到物染啦 過去一個月裡面真的超級尖叫 又怕他吃不好 又怕他住不好 現在看到他肥肥白白的 終於放鬆了 在這裡多謝澳洲PQ隔離中心的員工 他們其實都很細心的 定期都會email我 告訴我物染的情況 還有好多謝幫我搞寵物移民的公司 由籌備 到打針 到出發訂機票 整個過程都十分盡責 跟得眾之如眾 很不厭其煩地解答我的問題 他完全不記得我沒看過 你記得我嗎? 他不記得我 他不記得我為了 他不記得我 也不記得我 他不記得我 我會認識一下 各位 Agricė eS но 是 一條一條一條 可以 還有 大陸 也不怕 就有 很難的 好像瘦了一點點 我喝光了 就是這樣 已經成為一隻澳洲貓了 我們的生活現在才開始 記得追蹤 Maze Diary